当对头天花板来到秋明山 本期视频带来 临军Battle 青木川 新老天花板之间的对决 将战场延伸至海岛 究竟是老当欲壮 还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开始前 咱们先通过战局分析图 了解ER 两队默契跳点 G港下城区 大为天龙只有三人 他们分别跳点了 高楼一栋和二栋 而林赤队毫不示弱 强势贴脸ER三栋 但他们还是留着个心眼 在双平房留下一人 对高楼敌人进行嫁点 青木川落点三号楼 运气不错 一把野牛春风枪 可以看到二号楼一个敌人 等到响起攻击 人家已经进到了楼层里面 玩家城以其贴脸 然而一个平底锅 一把P92 并没有给足玩家城勇气 暂时在楼顶作吧 但青木川可不给机会 有着野牛春风枪和UCI的他 强势来到二号楼发起攻势 体验枪命中对方 从刚才的视角中可以看到 对方两手空空 诚实追击 不给其反打的机会 11被尿倒 但二号楼可不止一人 仔细听三楼还有敌人 青木川利用倒地先手 对三楼敌人进行钓鱼 这步来了 等到王家城来到 青木川直接拉出身位 又在先手跳枪 向柯南放倒 而在一号楼 穆斯被林青击倒在地 来到林军视角 也见楼顶被人占据 林青并没有投铁 而是选择来到一楼 硬气很是不错 上来边是一把AK 不 是两把AK 而在二号楼的两名队友 迟失了他们已经被围剿 没有武器的他们 在尝试挣扎 由于莫斯在楼顶架着 林青也磨得办法吃援 只能眼睁睁看着队友无乐 但官看着也不是事 专门能坐以待毙 林青往高楼层进发 对莫斯发起攻击 跳下来了 林青天想压制对方 但扑了个空 显然莫斯已经去到了二楼阳台 一把探头输出 命中对方 乘胜追击 觉得二号楼 柯南的倒地 林青也放倒了逃跑的木色 注意听 在左边响起了SLR步枪的声音 而这个人正是林赤队的投网 多点在双平方的他 可以在眼点 为队友架枪 只见他掏出火急灵 撞上四倍镜 对一号楼的林青发起攻击 我翻炭了 我翻炭了 窗口架架 或许是林青有意为之 避开窗口 又或许是硬气也好 投网这个位置 并没有给到支援帮助 在另外一边 王嘉诚第一时间支援默色 跳起来胖胖两枪 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枪线 在知道对方的枪线之后 林青没有犹豫 一夜而下 空中切换第一人称 苗顿要射将王嘉诚击倒 事实上 在这一波中 苗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慢放可以看到 王嘉诚起跳 发起攻击 枪口的位置是标准爆头线 但是被林青躲了过去 让他转动视角 继续打头 为时已晚 被林青放倒 金木川第一时间支援 从二楼直接跳下 然而我们发现 过于召集的他 并没有将优家的弹架换上 会不会成为接下来的伏笔 又是天枪疯狂压制 此时上栏的子弹 只剩下8颗 已经不足以支撑 下一波提前枪了 唯有百分百命中 才能打赢林军 事实上 林军的情况也如出一辙 另外一把AK 只剩下6发子弹 与其莫穿不同 林军选择了比较保守的打法 天枪让对方自己接子弹 竟然来到门框左手 躲开了七莫穿的提前枪 反手一波打击 再次命中七莫穿 此时两边的子弹 都来到了8颗 已经锁定了七莫穿的位置 林军没有友谊 在双边旁的头往 此时终于赶到 但队友已经吸收阵亡 一部腰伤打击 紧接着换位 打中头往一枪 手握SLR的头往 终于赶到 他将疫苗放在小窗口 突然一瞬间的闪声 让头往来不及反应 等到反应过来 林军又进到的小房间 一枪并中妖子 两边都在持续卡右手位 尽量露出最小的身位 两人都同时 促冲弹夹 莫穿也终于发现了 头往的火麒麟 将野牛冲锋箱丢出 让给头往使用 提一下持续压制 找个机会将状态打上 大家可以听一下 持续林军的呼吸声 身上线数已经拉满 持续林军 无论是视节还是天节 甚至是触节都已经被放打 倘若有个犀利显示 稍出也有个140 尽管有了自动枪的加持 但头往此时的心态 与人不同 既想着扶起队友 又想着如何与林军博弈 很是放不开 事实上这是一种忌讳 当你无法前心前意地 干一件事的时候 那你有可能将所有事情搞砸 一山市 你说是 大杀 前方有威胁 楼下 你楼下是个拿手枪的 伤害 由闭 最越 界人 摩托 摩托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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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